對支持者熱情又貼心 黃國昌班橋服務處成立 現場朝聖人龍 快要排到天邊去 只是外界都揣測 服務處懸在新北這裡 莫非跟選下屆市長有關係 在各個縣市是最後一名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但不是交給上帝 而是黨主席 只是民眾黨上次議員選舉 只上了陳士軒一席 要助攻黃國昌登頂 新北市長大位 恐怕顧軍無力 小草已經來襲 實力黃國昌來勢洶洶 更鮮味新北郊區 承諾要積極推動財政收支劃分法 列為優先法案 畢竟沒有實質戰機 選市長可說不過去 但競爭對手名單精彩 不只雙北副市長 劉和然 李四川 被點名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拿下全國第一高票 綠營蘇小慧也有望爭戰 替父親出口氣 再加上民眾黨黃國昌 藍綠白 三強鼎立 儼然成行 紅市長戰戰 戰 合體朱立倫 傅昆齊 侯友宜前進花蓮卸票查會 儘管這回沒能勝選 但侯友宜強調 國民黨正在蛻變 自己也會守好新北 毫竟兩年後市長大選 新北高機率重現 撒喀都局面 能否順利交棒 仍是侯友宜的一道考驗 環新聞放不放張柯 新北華聯報導